昨天發生事故有沒有擔心 或者今天搭都會有影響 輕揭出軌涉人為積罰1500萬 我那個彎位是特別急的 你覺得今天會不會慢了 是的 我們昨天早就在坑美村試搭過 剛剛恢復服務的七六一批線 發現車在出事的坑美村 百多米之前已經減速 感覺比港鐵行速的15公里還要慢 輕跌前天在天水圍平下路 發生後卡撞頭卡的意外 造成77人受傷 有5個人仍然留意 據了解 出事路段 在1988年通車以來 都沒有發生過和類似故 檢查之後都發現路軌是沒有問題 港鐵又通宵檢查 其餘二十家第四代國產輕鐵 亦沒有發現設計缺陷 懷疑前卡凹凹是接合裝置出問題 消息指港鐵開了黑盒 等於專家分析數據 警察向車長落口供 現在以人為及超速等方向調查 要再重新一次的安全檢查 是證明所有的設備 是安全的 我們終於看今早的8.59分 恢復我們這次事故 令兄鐵停止了接近16個小時 上個月月中 政府和港鐵在可加可減機制 加入懲罰機制 犯鐵路因故障言誤 超過一定的時間都要罰錢 這份份就是最極限的1,500元 他希望廣洁 在三國工作天內 向運輸署提交報告 我們還未能評論 關於事件的原因 現在的檢查是在下載的 有專家相信 這次意外不是涉合天災 不應該單單罰錢了事 希望政府全面審視 唉 不過一波未平 又有乘客踢爆 上星期三早上 在牛頭角去觀塘的列車 聽到爆炸聲 又聞到臭味 港鐵就證實 是氣洞裝置流氣 已經停止運輸住